这两位要不到十块钱 从头到脚化瘀血 大家好 我是北京公立三甲医院 副主任医师马学红 首先我要教大家如何 自测体内是否有瘀血 请大家对着镜子 看看自己的舌下 如果舌下有两条青筋呢 又黑又粗 那证明你体内有瘀血 瘀血本身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会阻碍气血的用行 气血用行迟缓了 就会引起腰疼腿疼 腿麻 如果长期下去 可能会逐渐发展成 全身疼痛的症状 如果要驱除瘀血 其实并不难 今天分享两个忠诚药 它们能够把体内的瘀血 像大扫除一样扫除到体外 它就是血腹猪瘀弯 疏筋活络丸 血腹猪瘀弯呢 可以活血化于痛落止痛 如果你的舌头颜色很深 舌下脉络呢 瘀躯嘴虫发紫 脸色呢也非常暗沉 还有很多的斑斑点点 那平常总觉得这个 身上疼啊 有时候像 挣扎一样 一到晚上呢 还会加重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参照 血腹猪瘀丸 疏筋活络丸 它能够通筋活络 活血止痛 用于外伤的时候呢 比较多 比如说像跌打耸伤 或者是差气 导致局部的气血不畅 疼痛 就可以参考这个药 以上是分享 活血化于的忠诚药 看看你适合哪一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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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